他是颜值最高的变种人之一 可以扭曲空间制造传送门 最佳辅助的称号由此而来 在2023年的未来 闪烁和他的变种人伙伴们再一次被哨兵机器人发现 他立刻打开传送门给大家通风报信 为了抵抗哨兵机器人的追杀 这只变种人小队分工明确 首先由征途负责侦查放哨 当发现危险后 则由主教吸收太阳黑子的能量 接着幻影猫会带着主教进行意识穿越 他会把主教的意识送到几周前 因为对已经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主教会在过去的时间点 通知大家阻逼哨兵的追杀 从而改变历史也改变了现在 变种人闪烁则扮演着辅助位的关键角色 平常的时候 他需要打开传送门把大家传送到安全的地方 当哨兵机器人发现他们时 他就需要协助太阳黑子 当历史和兵人等人 阻击哨兵机器人给幻影猫和主教拖延时间 可以看得出闪烁是可以同时开启多个传送门 每个传送门关闭的时间可以由他自己控制 但他有施法前摇 而且传送门的关闭不是瞬间完成的 所以闪烁才被哨兵抓到机会击杀 不过在这次逆转未来后 闪烁又一次牺牲了 这次他们面临的是成百上千的哨兵机器人 闪烁先打开了一个链接数公里外的传送门 让主教可以近距离完成狙击 接着协助刚历史来了一次泰山压顶 闪烁的这个能力确实在实战中作用很大 但由于施法前摇和施法距离的限制 再加上他本身比较脆弱 如果没有队友的保护 他是无法单独抵抗哨兵机器人的 可惜能力如此独特地闪烁 出场的机会却非常少 除了dex战警逆转未来以外 仅仅在天赋异禀中出现过这个角色 不过他的颜值却差了很多